Hello 我是梁兆輝 今天就和老朋友罪頭 很久不見了 這位仁姐 先說一些歷史 Sandy 你好 Hello Manny 我和Sandy其實都有些淵源 我想早在90年代 當我做這個商台 叱測903的時候 就經常都會在音樂會裡面碰頭 然後我離開了這個商台之後 去到90年代 我想97的前後 我去了香港的滾石唱片公司裏面做 而當時 而滾石就是簽了Sandy 雖然當時我們同一間唱片公司 但我很少見到Sandy 因為當時整個台灣人 就在這個台灣 所以我和Sandy是共事過的 今天終於有Sandy 想談談你的全真唱片 就是《陪著我走》 明顯的靈感 當然是來自盧冠廷的《陪著你走》 但為什麼說了《我》字呢 因為裡面全部的歌 都是陪著大家成長 十隻的作品 不如Sandy再說一下 為什麼在這個年頭 會推出一張翻唱唱片 其實 我要說回 第一 一開始是因為陪著你走這首歌 為什麼呢 我有一對很好的朋友 他們結婚 然後 他們很希望 我們是一個很小的派對 他們很希望可以唱這首歌 當時我和June用了一把吉他唱這首歌 當時我的感動是很震撼的 很深的 然後一直來到香港 我們佔中那個時期 我覺得香港人 我會想起很多我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愛香港的地方 我喜歡香港的地方 而我自己作為一個音樂人 當然我從小到大聽的香港流行曲 對我來說的意義是很大的 這些歌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支持 所以我當時就想 我很想上陪著你走 然後我亦都很想 將這些 這麼好的年代 在當時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成長的一個年代 一些很有意思 很有地位 在我心目中的一些 香港的流行曲 我很想將這個情懷 是 拿出來給香港的朋友 亦都希望去提醒香港的朋友 就是香港的精神 這個是我心底 一個很直接很天真的 一個想法 所以整張唱片 是源自一個婚禮 甚至是來自雨傘運動 你對於我們作為一個老香港 對於香港的轉變也好 看上我們眼淚 我們有一點懷面 不單是這些經典的舊作 而是這些經典舊作 代表的以往香港的價值 甚至你說了幾句 其實唱分分鐘需要你的時候 裡面有一句歌詞 咸魚百菜也很好吃 是的 但今時今日我們好像覺得 那股脆好像沒有了 那種老香港的味道 到底煙燒雲散 是我們老了 不適合這個時代 還是我們真的忘記了 原來曾經香港有一些好的東西 是值得我們保存的 我覺得香港人的生活 是很匆忙 很大壓力 亦都很多時候沒有空間 去想想自己究竟 真真正正正想要的是什麼 亦都很容易被周遭的環境能量 所影響自己本身的磁場 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覺得是 其實音樂永遠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有一個 偽藉和治療的功能 那 為什麼我會把這個碟 我後來想了很久 為什麼這個碟的 叫做 配著我走 就是 第一 我希望這些歌是他陪著我走的 亦都希望這些歌是大家 我們一起陪著大家一起走 其實早在兩年前 基本上《億年》 都是有一張翻唱的唱片 但那張就不同了 就是reworks 就是林億年翻唱林億年 OK 但這一張就是翻唱一些 我們繪迫人口很經典的 七八十年代的作品 但我要想想想想想一件經驗 就是我第一次 什麼時候聽到《億年》真是翻唱別人的作品呢 又是數算回到九十年代 就是當時 我想在《七七九零三》 就舉行了一個叫唱作人音樂會 那時是追思阿加渠 那時我和郭啟華是做CE的 我們在後台 《億年》就走出來 是要重唱Beyond的《情人》 他唱到後半個月的時候 我和我Wallace 就站在後台靜啞了 我是不斷和我Wallace在耳邊說 《億年》瘋了 哇 只是感動到 所以我在我的印象之中 《億年》翻唱別人的作品 厲害的地方 你將那首作品變成林億年的歌 那你今次唱這十首歌的時候 其實你想著應該用一個什麼方法 去令到這些作品有一個全新2016年的意義呢 或者我想的比較簡單 當然在唱的時候 技術上我就是找一個適合我自己的鍵 但是我們在儘量一制作的過程當中 儘量尊重原唱本身的旋律歌詞 它本身帶給我的感動和意境 所以整件事的接觸 我們那個組織也是 我是很strip down 很raw 很organic 的一個組織的做法 而我唱的時候 我其實也沒有想太多技巧的東西 我純粹是一個自己的感動 然後想回有很多回憶 我覺得我其實做這張唱片的時候 的過程是很享受的 是 真是很個人的 還有剛才你提到Key的東西 我覺得你找一個Key也不容易 因為我看到十首歌裡面 除了一首是《天國一方》之外 全部是男生歌 是刻意地去安排 是的 還是怎樣呢 會不會是你想有一個對比 就是除了由你口中去唱 這些經典的作品之外 還要用一個女性的角度去唱 甚至你有些歌詞要遷就 要改動一點點 你要走回去由女性的第一身去唱 是否刻意地去唱 是否有一個對比 第一 這些歌本身 不知為何 我在我長大的過程當中 聽到很多印象深刻的歌 都是男歌手的 然後我也覺得 那個對比是很有趣的 男性去唱一首歌的時候 有一個情懷 我自己再用女性的角度去演繹 又會是怎樣呢 除了《天國一方》 是因為我自己的個人最愛 還有很多我身邊的朋友最愛 到最後覺得不放進去很可惜 是呀 是呀 到Dot Key的時候 男仔Key和他們的範圍很不一樣 是兩件事來的 但也是因為這樣 其實它多了一個挑戰 是 因為本身整個唱片編曲的方向 都是很輕柔的 所以我也不想很大力 很勢勢力去唱 是 我覺得很strip down 甚至很內斂 很清幽 我形容兩個字 是很精緻的一張唱片 謝謝 但當幾年前我們聽這個 蓋瓦的時候 我也經常說 我們聽完蓋瓦之後 是大家啞了的 為甚麼可以一張唱片 告訴大家 原來人聲的運用 可以去到一個極致 實驗性的地步 那張唱片去到那麼盡 突然甚麼都收回 回歸基本部 一張那麼strip down的唱片 大家有點不太適應 是 甚至我看到有些作品 你不單是回到七八十年代 你的演繹手法 甚至是回到去燒女時代 是 譬如分分鐘需要你 是很黑夜地做 是嗎 是 亦都是因為 本身的歌曲 給我的感覺 歌詞 只不然令我覺得 即是 你鹹魚白菜很好吃的時候 我就想回我小時候吃 即是我婆婆蒸的鹹魚 炒的菜 這樣就很好吃 我覺得唱歌 所有的東西 我覺得都有發展 發展內心 這個歌詞 本身 我去唱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自己 是一個少女 所以聲線 只不然就去了那裡 譬如 《殘夢》 因為我很喜歡 很喜歡《殘夢》 這首歌 我記得也是小時候 聽Radio 這樣聽到 吳關靖先生的《殘夢》 每天聽 每天晚上聽 睡覺時一定要聽 到自己唱的時候 我就想起這首歌的 《哀怨》 所以我的鍵 也不是定得很高 我也是 就回一個 有一個比較 比較中段的 範圍 我聽的時候 真的覺得 雖然你完全是我 簡直覺得 億年回到 不單是少女 只是611的年代 我那時候還沒做電堂 我真的聽過 611 你在下午做點唱節目 是嗎 我沒有打過 我中間聽的時候 當然你在演唱會裡 已經預告了 就會有這張翻唱專輯 因為在演唱會裡 你唱了《天國一放》 所以我就很期待 你會不會跟殷師YT再合作 很少覺得遺憾 真的沒有他 我覺得因為你一開口 他一定肯答應 還有他這一年半載 他經常自己都翻唱 改了獨白 然後經常表演 我覺得他很恨 其實他在等你的電話 其實億年 但是我覺得 因為YT和Ruth 《天國一放》的版本 是這麼經典的版本 我覺得其實沒有辦法取題 我也覺得如果今時今日再演藝的時候 那段獨白可能是一些不一樣的內容歌詞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也盡在不現中 不如留在音樂裡面大家去 有更加多的想像空間 還有更加多感情的投射 OK 多謝億年 這張叫做《陪著我走》的唱片 其實英文叫做《In search of lost time》 我不知道大家來自什麼年代 但是我和億年都是來自這個所謂已經失落的紀元 從這個失落的紀元裡面 可以提醒我們今時今日的香港 我們未來可以走一個怎樣的方向 去怎樣重拾香港原本的美麗 在我眼中這張唱片除了精緻之外 三個字 不是 四個字 沒有 未精 三個字 沒有加未精 完全沒有未精的一張專輯 希望大家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加精緻的年代 Thank you Sandy Thank you Brian 共同 那邊 敵人 fold 你 敵人 全部 注裂 講 缴 見